汉语水平考试三级 标准教程第一课 阅读第三十一题 妈妈是个北方人 二十岁的时候 跟爸爸一起搬到南方住 一直住到今天 南方话 她现在能听懂一点 但是 一点也不会说 问题 妈妈 A 不是南方人 B 会说南方话 C 今天搬到南方 请回答下面的问题 一 妈妈什么时候搬到南方住 妈妈二十岁的时候 搬到南方住 问题二 妈妈跟谁一起搬到南方住 妈妈跟爸爸一起搬到南方住 问题三 妈妈在南方住了多久 从二十岁的时候 一直住到现在 现在